1.赵丽颖冯少峰跳过恋情,公布直接关身结婚,也是让两人之前的各种绯闻,包括赵丽颖怀孕的传闻更加真实了。 昨天赵丽颖朋友圈晒出的照片刻意遮挡了肚子,各种网报也说,赵丽颖已经怀孕四个月了,十月份九月份,赵丽颖父母来因照顾她而往,铺丰颖夫妇将在十二月举行婚礼,照赵丽颖停工结婚,被缠的状态,再办个婚礼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,二十月大概是个甜蜜月,网铺唐嫣罗锦将于十月底国外举行婚礼, 之前唯一邀请唐嫣当伴娘的杨幂不去,不出意外计划,刘亦菲当伴娘,虎哥当伴郎,先建ECP以这种方式再相聚,也是奋外感慨。 三,某L新小花被放,已经怀孕三个月了,还是双胞胎,停工两年四出球衣被孕终于有了结果,真是不容易啊,L小花对待她很多岁的老公是真爱了,要知道SHI管很疼的, 你们猜似,猪献系列电影开机了,肖炸演张小凡,孟美琪演碧瑶,李琪演陆雪奇,监制徐克,导演程小冬,造型系中文, 这个养眼阵容还挺让人期待的,尤其是孟美琪的首部服装电影,孟美琪《肖炸记》创造101舞台之后,第二次影视合作,不过像剧版的赵丽颖养子粉丝女艺范围之中一样,李琪和孟美琪粉丝也撕了,李琪经纪人回复,趁李琪的陆雪奇是女艺,但是,如果钻寻原著的话, 第一季的女艺应该是孟美琪的碧瑶,碧瑶死后,陆雪奇才变成女主,这两个角色正如永远的初恋和结婚对象一样, 还有网友讨论传过飞丸的李沁和肖展,看两人前后合作故事部剧,以及李沁前两天许的生意愿望,说李沁对肖展是真爱了。